森林城市的转型契机 你们马来西亚的碧桂园计划是不是变成鬼城吗 在中国旅游时 聊到当地的产业发展项目时 中国有人突然反问 我不太清楚 因为这个发展计划位于大马最南部 我还没机会到访过 但看过近期一些媒体实地报道 里头入住率似乎不到一成 预定入住的商店没开 工作人员似乎还多过居民 我把较早前看过的资讯跟他分享 毕竟十年前碧桂园就启动这项 号称高达1000亿美元的森林城市计划 但不久后 新加坡官方就曾因环境规划因素 向大马提出担忧 导致这个建设暂停数月来重新评估环境 没想到两年后 中国政府应担心资金外流 而影响人民币稳定 进而开始阻止公民在海外支产 这项发展当初宣传的风风火火 但随着许多负面消息浮现 我挺好奇目前的石康 为何它的问题勾起我对这项发展的兴趣 因为回国后不久 就正好看到政府宣布推出几项措施 来发展柔佛森林城市金融特区 SCSFC 包括给予单一家族办公室0%税率 0至5%的优惠企业税率 知识性工作者和在该地工作的大马人 享有15%特别个人所得税的 毕竟大马的地方当局持有森林城市40%股权 若这个大型发展计划无法重新启动 成为一座虚设空洞的大白巷 最终蒸发的不仅是庞大的投资额 还会浪费这个用沙地和低矮红树林填出来的土地 直到近期 这个占地约3000公顷的四座人工岛房产计划 根据报道 几乎所有建筑群中心办公大楼都上列 商场里的店铺 曾经被指定为奢侈品零售店和免税店 如今也被锁住外 一些商店里甚至还堆满腐烂的木材和建筑材料 到了晚上 除了楼顶偶尔闪烁的LED指示牌外 大楼几乎看不见 附近公寓楼里 整个楼层一团漆黑 至少森林城市还是有建起来 因为在中国各地 很多开发商倒闭 大量购房者无法拿到他们购买的房子 相比起来更严重 只是 我也想起当年一篇报道 当时某位西方警官设计师被请来 希望能帮助开发商制定更具经济和环境可行性的计划师 后来发现施工相对匆忙粗糙 与媒体上广为宣传的梦想明显不符 碧桂园是在追逐潮流 而没有真正去考虑创造一座城市的机会 在面对各种产业正转型的大马来说 这句话正好也适合时刻反思 今天石墙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